阔别歌坛三年后,艾佑强势回归,再次证明了她在韩国无与伦比的地位。 2月20日,艾佑正式发行第六章迷你专辑《Levening》,多首歌曲都冲上榜单, 其主打曲《Shopper》已经发布,就在音缘榜单颇表五次,不得不感受到作为音缘大物的能量。 对此,有人表示,为什么艾佑每次回归都如此受欢迎和成功呢? 那是一位才华横移的艾佑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。 她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歌手和演员,还是一位多彩多艺的艺人。 她的歌曲风格多变,从动人的抒情歌曲到欢快的舞曲都能驾驭得恰到好处。 王爷都纷纷留言表示,因为她就是艾佑。 我认为艾佑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,她拥有非常独特的声音色彩,而且唱得很好,又很棒的歌词。 所以,这些加在一起,我认为她建立了人们对她会发布好歌的信任。 确实,正如本次的专辑,艾佑在采访中说道, 这是我三十代的首张专辑《魔区困扰我的问号》,在原地画上了感叹号。 进入三十岁以后,新的野心清淡的第一格用胜利填满了。 现在,我对自己想要什么不再感到困惑,久违的觉得这样的我又很有趣了。 她的歌里有思考,有改变,有寄托,什么都有。 而这些都是多属于她的人生哲学,却让人受益匪浅。 有人说艾佑身上有玄学,其实那是她身上的努力与坚持吧。 爱都含舍,美尔姐说最新韩瑜。 欢迎赞和订阅哦。